子玲开麦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就是很荣幸来邀请到了 黄重博先生 他是雅值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也是一位呢 对香草植物充满热情的专家 有香草植物应用加工 还有香草周边产品开发的专厂 那在我们 尤其是像我们是在 高雄地区就会发现 有一些很知名的香草餐厅 其实呢 用的就是雅值 提供的一些香草的 相关的产品 那把这个香草的魅力呢 可以跟更多的人来结缘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欢迎 黄重博先生咯 哈喽 老板你好 嗨 梓莹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就是 其实我蛮好奇 就是黄重博先生 你是怎么会对香草感兴趣 那我们在台湾其实就是那个天气的关系嘛 那我不知道说土壤有没有关系 就是香草虽然香气很迷人 但是要去照顾它 其实还是要非常细心呵护 是不是 其实香草本身是在那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气候的一些植物啦 那其实到台湾也有差不多三十三十几年了 那其实在从北到南 其实我们台湾的气候 它也不是说一个特定 就是北中南可能有不同的气候 所以动植的就会比较不一样 但是南部还是比较 还是多雨 比较炎热啦 所以有些到了夏天 它就比较不好 不好栽培这样子 那你们在公司那边就种香草吗 对啊 还有一定的农地也都有种啊 大概有多大啊 大概七八分地吧 大概两千多瓶吧 然后就专人会去照顾它 还是老板亲自去照顾它 都有啊 都有啊 那你当初怎么会对香草有兴趣 要从事这方面工作啊 最主要就是念书的时候 然后我们念平科大农园系嘛 然后那时候就有认识那个 那个农园系的顾炳三老师啊 他就是从日本回来 然后留学回来 然后再推广这些香草 所以就跟着这样子再栽培 再研究开发这样子 应该也二十年以上有了 大概也快将近三十年了 快三十年了 算是台湾还蛮早就投入在香草方面的 种植跟开发 产品方面这样子 好 那其实大家很期待 就是说这个香草可以变化出很多的美食 像我比较常去接触到的 可能就是像那个香草火锅 像我们公司附近就有一家香草火锅 好像就是用你们家公司的这个香草产品做汤底 对不对 那香草它可以变化出很多的美食啊 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老板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像雅值公司开发的一些产品啊 然后他们又可以变化出什么不同的美食 或者是说甜品啊或者是饮品呢 简单来讲说 因为现在香草也比较普遍了嘛 所以有些人在阳台啊 或是在家自己会去种植 那在种植香啊薄荷啊 如果说你自己有种啊 那你可以把它采下来 像这样可以把它采下来 这是什么 这里面有香蜂草啊 哦 香蜂草 那也有香茅 香茅对 刚刚讲的那个柠檬香茅火锅 他们在用 那还有迷迭香 迷迭香 还有迷迭香 这好像我们在煮鱼煮肉的时候 就现摘一些下来其实就蛮不错 那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最简单的 你就是把它摘下来 之后然后我们用热水去冲泡 然后就可以像这样一口 是 就是新鲜的香草茶 对对对对对 像这样子 好棒哦 你们在公司会常喝吗 偶尔会到后院或是前面去采一些啊 采一些就可以喝了 那这些 你刚刚新鲜的那个有漂亮的花那是什么呢 粉铜色的 这是强威 这强威 强威它也可以吗 可以自己在阳台就可以种啊 它也算香草你们的产品去必要 因为香草就包括了花跟草类都是啊 哦 那香那个强威要怎么做呢 也是跟刚刚一样那个香草就给它泡下去这样子 就一样 一样这样泡下去冲泡就可以了 像这个我把它夹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就这个是刚刚有泡过 就变色了 它那个色素就会溶解在这个茶汤里面 所以茶汤里面就会有不同的颜色 会有不同颜色 那喝起来也会有那个花香是不是 你会啊 你如果放多 你如果以这个为主的话 以这个 这个强威或是玫瑰为主的话 它起来就是它的味道 然后就会是玫瑰或是蔷薇的味道 如果你以香茅为主 就是香茅的味道 还蛮吸引人的 是 当你说 介绍介绍 那其实这是家里面自己有种 那你如果说种的多 你也可以把它干燥起来 你可以把它干燥起来 像这样子把它干燥起来 这样干燥起来 你就可以有一些那个 这里面有什么呢 这里面有那个马鞭草 那有薄荷 那还有甜菊啊 跟那个玫瑰 那也有不同的那个啊 那 干燥就是说 它可以放比较久 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 我们那个啊 我们 产季的时候会比较多 然后产季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没有了 那没有了之后 那你就可能没得泡 像现在下雨 或是拍风 那可能就会很少 那之后 你要喝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会先把它干燥起来 那我要问一下 黄同伯老板 就是新鲜的香草 比方说我们就单纯用热水冲泡来讲 跟干燥的 那个气味会一样吗 当然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啦 因为这些都有精油 都有一些子龙性的精油 跟那个水龙性的精油 那有些 你在干燥过程中 有一些 有些水龙性的 它可能就是 就是在高温或是 因为水分不见 它也会跟着灰花掉 所以你会闻得到 你没有去碰它 没有去触摸它 在烘干的过程 你就会闻到香味 那这些香味它就不见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 新鲜的 比较会有草腥味 那干燥的就会 这些就会比较没有 所以可能各有 爱的拥护者吧 会不会有的人 爱吃新鲜的 有的人比较喜欢 干燥的气皮这样 对啊 当然新鲜的看起来 就好像比较 比较健康 比较直接接近 我们自己种的啦 这些啦 那干燥的就可能 会比较 在经过一些加工这样子 是 因为有些人 他其实就没有那么爱 那个草的味道 像我就蛮爱的这样子 对 所以 我们就是可以去享受 香草它这样 带来给我们生活的一些 滋润跟变化 那我刚刚记得你说有精油 就是新鲜的香草 你这样子冲泡下去的时候 他会有精油的成分 我会喝进去喔 对啊 因为 因为他本身 本身植物的 植物的表面 这页面上就有一些油包 那这是他植物本身的 二次代谢物 在保护他本身的植物的 看被虫啊 或是 或是外在的环境啊 他会去 破坏到他的本身的植物 他产生出来的抵抗这个环境 或是昆虫的 这个二次代谢物 那这些本身 你如果用手去触摸它 它就有香味 你用热水去冲 它也会有香味 那你用酒精 或是溶剂你去溶解 它也是会有香味出来 对对对对 因为这些我们通通是加到 如果你要运用的话 就是加到茶啦 加到一些料理里面啊 加料里面 它就会香 像我们做这个 像有 我们这次有帮那个 那 田疗社群 田疗那个谷亭社群 哦哦哦 是是是 他们那边有生产履历的猪肉 你说这是什么丸子 这小丸子 这香草的小丸子 哦 它有什么成分啊 什么香草 这主要是用那个 猪的腿肉 然后再加 像那个 迷迭香啊 还有 玉兰之类的香草 然后开发 这个是完全都是天然 没有添加 没有添加物的 那这些就是他们 好油脂的一些猪肉啊 然后可以配合我们这些 好的这些香草 然后变化不同的料理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像它这个就是 一样是贡丸 但它有香草的香气在 它就是像那个 狮子头这样子啊 像狮子头 不像贡丸 你吃起来就会有肉 肉一颗一颗的 那个样子还会在 因为说像贡丸这样子 已经 已经都 已经比较碎了 然后黏在一起这样 比较狮子头 嗯 其实如果你自己家里面有种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些油 然后把它打一打 然后打一打可以 变成像这样 加一点蒜头啊 然后变成 变成这样子的 的东西 那这个就 这是什么啊 你说香草加油 就是你香草多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橄榄油 或是一些猪油也没关系 或是用一些沙拉油也都可以 你用湿入调味剂 把它打一打 加一点蒜头 然后调一点 有点盐啊 糖啊之类的 然后放在冷冻库 这个就可以冰一年以上啊 你看这样 冷冻库拿出来还是 它还是那个啊 它还是软软的 然后解冻 解冻之后 它就是油 就是我可以用沙拉是不是 你也可以用沙拉 那你也可以用烟 来烟酱 像这个就是鸡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 香草鸡腿排之类的 对 在做那些sweet啊 就是苏肥之类的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抓一抓 腌一下 像这样子腌一下 然后就可以 像这个鸡腿 这个啊 那个鸡胸肉 你就可以下去 下去蒸 下去那个电锅里面蒸 那蒸一蒸 那油也比较少 那你少油 你少油 然后少盐 那你要多一点香气啦 那你要多一点香气啦 不然有时候 就食之无味啊 哈哈哈 好吃啦 对 我们要减重健康 也是要好吃啦 不要磕带紫水啦 对对对对 如果说我们 那个啊 季节的水果比较多 比如柚子啊 比如说 有一些梅子啊 或是前阵子不是还有很多的 很好吃的 鳳梨 对对 那你鳳梨你也可以把它煮成酱 然后之后 再跟香草 橄榄油下去打 哦 打一打就会变这样子 然后 刚刚子玲讲的 你要 你要去做沙拉 或是你烫一些热的菇啦 或是热的一些 一些那个 这有点温沙拉是不是 对对对 温沙拉 那你就稍微加淋一淋拌一拌 嗯 就很好吃 加点盐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所以也是很方便啦 哦哦是 那加工的话 就是像这样子的香肠 像这样香肠 香肠 这都是你们家的产品吗 对对对 这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而且这个都是活菌猪 就是猪肉 猪在饲养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活菌下去 去喂它 所以它就没有 没有一些 一些那个药物的一些检出啊 嗯 还有抗生素 这些都没有 是 所以刚刚呃 就是黄虫博老板 您介绍还蛮多 包括说有那个 呃 那个田疗那一边 你们帮忙开发的这个 香草猪肉丸 好然后呢 还有像香草的这个油 对不对 还有那个香草的香肠 或者一些这个 呃 比较干燥的 这一些的香草 那那这个的话 都是找你们公司购买可以 是不是 因为像我看了我也觉得 啊好棒哦 这样 还是说我要自己在家做 我自己 嗯 当然自己要做也是可以啊 嗯嗯嗯嗯 自己做其实也也不难啊 只是说 大家有没有那个时间 嗯嗯嗯 下去做啊 对或者是说 比如有没有种香草 这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我没有种我没有种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季节比较不好种啦 可能要等中秋以后 会比较好 哦 那我们 你们公司有 哦 帮那个啊 帮古亭社区做的这个 像这个是油书 哦 这是油书书啊 这是油书书啊 猪油然后加香茅下去打 然后所以变成绿色 哦 那那这可以怎么用呢 那 这个就是像我们那个猪油拌饭啊 或是你有用到一些 有一些可以拌油的一些 像拌面啊 哦 这些都可以 嗯 或是你要你要下去炒菜 其实也都可以 嗯嗯嗯嗯 是是是哇我可以想像了 香茅啊 有时候他可能就是 做比较像那个 东南亚或者是那个 西方的那个口味的东西 对不对 我就可以用这个 呃就是香香茅的猪油 这样下去拌一下 就有那个气味在这样 对没有错 嗯嗯嗯 好 所以刚刚如果大家看到一些喜欢的 可以到你们公司的网站上去搜寻啊 哦 有的没有 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有啦 或者是可以写心问我 哈哈哈 可以在那个粉妆这样问我 或是直接找雅值问这样 哈哈哈 可以了没问题 因为看起来真的蛮吸引人 那像雅值的产品哈 大概有哪一些特色呢 因为刚刚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样式嘛 对不对 那你们在做这个产品开发啦 生产的时候 有没有你们公司的一些坚持啊 或者是一些特色在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从栽培开始啊 嗯 然后再再变成有餐厅啊 有食品加工厂 那这些都是都是有在经营啊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是希望给消费者 比较安全比较安心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这个产品开发上 像有一些加工的产品 尽量就是不要再有一些食品添加剂这样子 那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很多的产品啊 比如说有一个产品 那上面它就会有很多的标示 那这些标示可能我们大部分都看不懂 对有些还写英文对不对 通通是要都是一些化学式啊 化学的东西 然后这些都是要吃到肚子里面 那如果你拿到的产品 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猪肉啊 他们后面就直接看到盐啊胡椒啊 或是香草啊 那这些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看得懂 那而且都是安全的 那这些就是我们想要给消费者呈现的东西啦 就是尽量不要去有一些对人体有害 或是说有一些比较我们比较不清楚的 尽量就是透明啦 因为现在食品安全当然蛮重视的 是 对啊所以也没有办法马虎 也没有办法说 说这样子 就偷偷的这样就过了 这样也不好 那我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来问一下 荒虫坡老板 就是说您刚刚这样讲的意思是 如果我今天到市面上去找一些 有香气的一些这个食品 因为食品就不是食物嘛 食品就是可能有经过一些加工啦 然后这样子 我看它背后的一些成分的时候 比方说有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香草口味的东西 然后我这样背后看成分 它有可能会出现那一些我看不太懂的化学式 我就要注意它了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要不要去吃这些添加物啊 它有可能就是用添加物 所以它不是直接的这一些原料写上去 就不是不是因为我们东西不是干燥了就是冷冻 那所以这些你可以用一些一些冷冻的方式来保存 就不一定是你要再去添加这些 像我们像这个果酱 这个果酱也是也是我们这边有生产的凤梨 那我们直接煮完之后就把它热充田 那热充田它就可以放一年一年以上 它也不会坏 那你也不用再去加防虎剂之类的 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去呈现的啦 那至于说它后面会标示很多的添加物 这是政府规定 那你要不要吃 要不要选择这些产品 那可能就是 消费者自己要看着办 对啊 但是我可以去判别吗 了解说它写的是我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这样 看得懂看不懂 如果是都是您学食品的如果看得懂 那可能也是一样都是吃到肚子里面 添加物 对啊对啊 对没有添加的东西 这是未来一个食品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尽量不要再去 以前我们都吃胃精长大的啊 现在就胃精就比较少 就会比较少了 因为很多人也不吃啊 对啊 好的 最后一下就是说 最后这边就刚刚有介绍了 好说你们协助了社区跟社区的一些服务单位 去开发一些特色的产品 这个部分呢 也是不是最后就请这个黄重波老板 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像你们公司会去 跟这些社区合作吗 那那个过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故事呢 因为这个这个是农业局的一些案子啊 然后最主要我们盖这个加工厂 最主要也是要让农民这些 比较剩余的这些农产品 它不至于说在很低价或是 就是丢掉这样子 像刚那个凤梨果酱吗 对因为凤梨在我们产地 有些好的都是通通是往外的 往市场里面去行去销 是是是是 可能一些外观比较不好的 或是说它 卖相不好 对对对 那这些就是可以 可以一起集中之后 可以去处理 可以去做什么样子之类的 那这样你们这前一阵子 凤梨不就很忙咯 今年凤梨好像还蛮盛产的 盛产但是不一定 生食也是吃了很多啦 也不一定可以有办法 通通可以来加工啊 这也是要看我们的销售 还有还有它的它的产量啊 对啊 刚刚讲的这些 像我们也有帮忙 那个喜憨儿他们做一些 在研发一些茶类 然后让他们的孩子自己去包装 那种植物是或是洗饼 也可以也可以包装进来 他们的产品里面啊 对啊 那像欣欣儿基金会 最近也有跟我们谈到 要帮他们开发一些 房文的一些香 一些香膏之类的东西 那这些都会有啦 那最主要就是说可以帮忙 这些社府的一些团体 或是农民 他可以有一些 在他的这个产品 产品跟作物 他他多的时候可以有一些 可以帮他加工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感谢 就是雅值食品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黄重博老板 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跟我们分享了公司的一些 经营理念啦 开发了丰富的产品 这一些故事 然后呢 也致力于香草的种植跟加工 积极参与社区社福团体的合作 那就为我们带来更多这个好吃 又有特色的产品 也为地方产业带来新的活力 那希望说呢 雅值公司继续创新发展 那在未来的路上 取得更大的成就咯 今天我们就要谢谢 谢谢黄重博老板 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梓玲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